歡迎收看旅遊日記 掰掰 要出發去慶州 炒菜 豬肉 口味 口味重就是好吃 疫情的關係 所以都隔子裡面才可以用餐 然後隔跟隔子中間是要距離 兩公尺的距離 現在不管吃哪裡 你都要做實名登記 那有的比較高科技的地方 他們就會用Quakao Talk 然後你直接打那個 CORONA的QR Code 然後就可以直接可以刷 那比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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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種地方的話 可能就用手 手寫的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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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現在有四個Youtuber在這張桌子上面吃東西 所以就有四台相機不停一直在運轉 然後所有人都一直在講話 而且有四國的語言喔 我真的會有補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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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謂的 老話雙語 我們現在就是 來大家都大家玩也玩完了 現在要去吃晚餐 所以現在要先移開這裡 我們剛吃點現在討論覺得這裡CP值很高 因為這裡門票就三萬多塊 可是大概台幣一千塊上下這樣 可是我們覺得裡面的遊樂設施做得很不錯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是慶州歷史遺跡 後面這邊全部都是以前 就是以前新羅時代的時候的皇室他們的墳墓 慶州這個地方就是歷史之都 他們這裡就是有規定 這附近看起來都非常的平坦 因為他們建築物不能超過三層之外 然後你如果你有一塊地 然後你想要比如說蓋房子或什麼的 然後你一開挖了以後就下面出現了古蹟 瞬間你的地就會變成被國家徵收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都不會輕易的就是挖 往地板狂挖他們輕易的不會做這件事情 這一個占星台據說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占星台 是新羅時代善等女王座的占星台 然後以前來說也是靠就是關心 然後來決定國家的運勢啊等等的 這裡就是有一整片的粉紅草 就是可以給大家拍照 他是天馬種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看這個天馬種 你有沒有看到這種特別高大的 他就是越高大代表他那時候的身分越高 輩分越高的就會做得越大 是荒梨湯圈 好像是就是在慶州這邊 年輕人晚上喝酒啊 然後吃飯啊 然後在Instagram上面非常紅的地方 就是很漂亮 然後都是由韓屋做了以後 他們下面再改造成現在比較新的 Fusion的一些餐廳啊 酒吧等等的